那這邊剛剛提起是有一些討論啦 就是回車道還有這些交通問題 在整個定位、策略上還有需不需要 都有一些看起來都是這個討論 那也有人把回車道放在這邊 這也有人剛剛也討論過 所以這個兩個課題 我們今天收集到這麼好的想法的一些討論 我們要再透過跟我們的業主就是大內工程處 然後因為都在募局下面 那像新公處、養工還有交通局 都可以看看一起來會看看 另外我覺得溯源上去的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是有一些新的課題 像有些廟、大廟或是說人家在做學校 那些廟的污水到底跑到哪裡去 會不會以後跑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處理 那處理方案當然第一個要求他們接管 我們請衛工處要接管 讓他污水要處理 第二個我們本來第一集就想要做這個沉沙跟過濾 讓他有第二個把關 這個部分我會透過處長 那他其實以前就是在彈任衛工處的長官 就是跟公務局相關的處長都非常熟悉 我們應該很多的討論跟會幹可以來做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是大家也都可以期待的 那這裡看到我們的問題跟新工會有些課題 來做討論 還有我要補充說明一下 謝謝兩位 這張就先放下來 剛剛我提到所謂的我們要把燈降低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針對公車總戰這一條 因為這個人情在走 那也不是針對社區這一邊 這邊因為人情你們散步 或是說跑步的時候都會用到的這個部分 不在我們要把燈降低或是控制的狀況之間 不好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把燈希望可以降低 或是用矮燈來處理 我們是希望在這個地方處理跟這一條來處理 那這個地方就是原來是人在使用上比較少的地方 就晚上的燈就 那這一條原則上是跟原來的結構是一樣的 燈的狀況 路燈的安全度跟高度都是在原來的控制 這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 這是要跟大家做補充 那在三個問題上面來看 這兩個大部分當然選擇好像比較多這個 但是這個也不少 但是我覺得這個意見也很好 這兩個設計還不夠好 我這個意見真的 我心難接納 這個其實可以設計更好的機會 但是看起來 從這個方向再做得更好 從這個方向再做得更好 我們一定來做做看 那日後要做的時候還會讓大家再看一次 再來決定 包括材質啦 大小啦 還有英文對不對啦 或是說這個連腳下的樣子 都可以再做一些討論 但是今天顯然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意見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共識 你看我們模擬完了就知道生態的氣地狀況就變得更完整 就是指的是這一條 讓它在以後真的是封起來 變成就是綠地上面以人為主的 因為非常明顯這已經有車可以走的地方了 這個真的不應該這車放在那邊或停在那邊 所以這個我們知道大家的想法 這邊這個我剛解釋過了 高燈改矮燈是針對剛剛這個部分 封掉以後還是要有燈嘛 燈就用低的為主 不要再有高燈來做干擾 所以這些意見 大家的討論都有反應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事情 我希望說透過圖說啦 透過內容 讓你們可以直接可以表達意見 這樣我們聽到的比較詳細 比較仔細 比較不會有誤會 那大家意見可以直接告訴我們 用這樣方法來移見 大概是我經常做這個活動的一個收穫 那今天很大的支持 好,裡面辛苦了,放下來 我們把這意見收集起來以後 做我們設計的參考 那大家其實今天可能最關心的還是進度 我們今天的整個進度 看起來大家對設計的意見 我們也吸收起來以後 我們再做調整 那處理裡面的決心就是 明點先把第一期先做起來 那第二期 我就要跟大家宣傳一下 第二期當然 除了公部門的努力之外 我相信大家也要一起努力 讓我們這個社區 我認為這個事情做出來 第一個最大的好處 當然是在地的朋友 你當初講的是軍營 那軍營很多軍隊我們聽起來很吵 這應該沒有現在好 應該是現在 身體比營養更好 但是另外以前可能蓋很多住的房子 我們這裡已經不大了 那住房子 車子會更多人 會更擁擠 那所以我覺得 綠地做好以後 已經對這裡 你現在想說三老鼠 四老小小 應該是價值舒適度會更高 所以假如你們支持這個看法 應該找個方向來努力的話 請加入我們的團體 詠春皮的生態師弟 關注社團 那這個現在目前有 粉絲應該是有 一百多位了 昨天才開幕喔 昨天開幕就一百多 今天假如大家回去就加入這個團體 新疆餅務 鄰居也告訴他們 加入的話 我們已經收集到很多團體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更有力氣支持 我們處裡面跟中央爭取這個 所謂的基金怎麼樣怎麼樣可以平衡 這我們一起來努力 所以這個是我們也要在師父 我們在我們的民間版可以在做好 可以關心這個故事 裡面未來我們會把永春皮以前的故事 放在裡面 還有發現的一個生物 還有裡面有一些資料 都可以放在裡面 那你們假如有發現 今天我們沒有看到的 裡面的珍奇的寶貴的資料 也可以放上面 大家就可以分享 讓這個地方更關心 然後讓這裡的環境更好 讓這裡的歷史可以 越來越精彩 因為今天很多人住在那邊 二十年三十年 都是這裡的好朋友 那這個整個四壽山下來 這永春皮就會更美好 希望這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標 這是臉書嗎? 這個是臉書 臉書 好 那大家回來還有沒有什麼 我剛剛請教大家沒有時間講 現在還是可以再告訴我 我再把它記下來 好不好 有沒有 沒有 欸 處長 給我們一些建議 我順便轉達一下 就是說 有先進說 希望我們把今天的這個草圖 放在網頁上面 那我想我們也 處裡面也會來處理 那就是讓大家先聊 但是要說明一下 這是初步的方案 因為我們當然為什麼不敢 對 對 怕說大家誤解這個方案的這個定義 那如果說 這個也邀請大家也可以把我們相關的資訊 目前的一起來放在裡面 另外有一些先進給我們一些指導的意見 那包括說這個工程的這個騎乘的安排等等的 也給我們一些指導 那我們也會再來檢討看看 那正確說明正確的文字的說明方法 就是說怕人家誤解說 這個工期是指的是整個完成的騎乘 那可能是我們要說明是只有施工的騎乘 不包括剛才我們講的用力取得的騎乘 那用力的騎乘沒辦法估計 所以現在這個我們會再相關的資料 如果說我們有公開這些資料 我們會註記說明清楚 讓大家做了解 那這一點 這也謝謝大家剛才的這個寶貴的意見 謝謝 謝謝處長 我們就一起努力 大家實誠的不會 越努力就會越快 聽起來今天大家都是支持往事地方向 只是希望它越長越好 那做得越好 水池真的也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好 甚至它也會成一個很好的智虹 對周邊 因為這邊比較高 我們有用GIS分析過 這邊基本上是不太有淹水的問題 但是以後的雨變大機會很大 所以你們周邊有這個智虹 也比避避的社區更安全 比現在更對下面有些貢獻 好 那今天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禮物想送給大家 會有一張這個卡片 這卡片上面會有 我們在基地上已經調查了非常多的物種 我們把它畫在上面 那希望說物種越來越多 那我們小朋友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他把這個物種的書籤包在這個紙上面 這個是 這不是我生產的 這不是我公信出產 那一個蠻友善的物生紙 所以請大家可以帶回去 那這是我們的小禮物 好 那待會我們出去的時候 就可以跟我們的小朋友領取 雖然不多 但是也是我們的誠意 宣傳這樣的一個對生態 對環境友善的動作 上面也有QR Code 上面也有QR Code可以掃 可以掃進去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料 看到我們今天的資料 那盡快給我們資料 我們就可以趕快調整我們的設計 那對第一部的 明年要做的事情 就可以比較好的定案 這個是 我們可能會在上面 也會註明一下 你的意見 在什麼時候之前寫出來最好 這樣的一個定案性 就會更確認 好 那還有朋友有沒有意見 出場還有沒有 沒有 林長 好 我們今天就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晚安 多謝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說明會到這裡為止 謝謝 有什麼興趣 我們會放在網路上跟大家宣佈 謝謝 辛苦 謝謝